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企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号 我是主讲人志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 Partitions Map Partitions with Index的Saltby和Saltby 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排序算子叫做Saltby Key Saltby Key 那么Saltby Key和Saltby这个算子类似 但是记住没有Saltby灵活 同学们没有Saltby灵活 为什么呢?因为Saltby我们是可以在这个位置传入一个计算方式的 就是你对当前RDD数据可以怎样一个处理 对吧,怎样处理 但是Saltby Key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Saltby Key是根据 根据Key进行排序的 并且这个Key需要实现了Ordal 接口,所以这里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就是说根据Key进行排序 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传入True和False 它一般来说,它只有一个参数 参数是True或False 然后默认是True 即生序 如果你想降序呢,就False 降序 降序 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做 VL RDD5 等于SA,咱们新充电一个RDD 然后呢,这里假如说Array 然后小号,这里咱们传几个原主 假如3,逗号,假如说A 然后呢,再来一个逗号 咱们小号,然后6 然后逗号,然后BBB 然后呢,逗号,小号 然后咱们再传来一个1,逗号 然后呢,这个CC 好,咱们传递参数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想根据Key 进行排序怎么办 就RDD5.SaltbyKey 然后这里记得好东西吧 你看啊,它是可以让你传的 默认呢,是True 就是你什么都不传的话,是声序 如果你传入Force呢,就是降序 咱们可以降序排列 这位置呢,我就不传了 就默认声序排列 那此时呢,这里它也会返回一个RDD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这个RDD 它返回的这个RDD呢 是一个原主 记住啊,它返回这个RDD是一个原主 它会根据你当前那个对应的 上面这个里边得到的数据 原主数据嘛,对吧 进排序 然后呢,根据谁排呢 根据前面这个Key排啊 根据这个Key排 所以这里此时呢 我们Print的打印 OK 那么我们就能打印出这个结果了 RDD5 然后 . connect . to list OK 此时我们在这里输出 好的,在这里啊 我们呢,在这里可以啊 这个5啊,sorry打错了啊 大家看啊,这结果呢 并没有分区 为什么呢啊 看啊,这位这位置 哎,怎么没有排序呢 大家看这儿啊 呃,我打的是RDD5 对吧 RDD5是不是我原主RDD啊 对吧 那计算排序之后 是不是RDD5-1 所以这时候啊 大家记住啊 是RDD5-1 不是RDD5啊 咱们之前那个输出错了 打印的是RDD5-1啊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重新输出 即可看到排序结果 再执行 好,这回大家看 是不是1,3,6 哎,从小到大 升序 所以呢 在那里大家记住 Sort by Key OK 那么这个算子 我们也介绍完毕 是RDD5-1